沒有啦 我自己覺得有 你有進去 有 我真的有 但我覺得就是聽完整首歌錄完 你就覺得還蠻感動的 就蠻喜歡瓊瑤的歌 所以會想要演古裝嗎 超想的 為什麼啊 因為我在大黨有辦過格格啊 那個什麼公公旁邊的格格 然後就覺得辦古裝 大家都說我辦古裝還蠻漂亮的 自己講對不對 不是啦 就是古裝就是一種 可是你會 你覺得你個性適合古裝 古人嗎 就是不適合所以我才想要演 我想要演跟就是 不一樣的古人對了 就不是那種清秀 很鮮細的那種 那種女人對不對 你可以演個可愛型的古人嗎 可愛型的古人 也是可以啊 就是比較外放的 甚至耍寶一點的 就是小燕子嘛 還是你想演什麼樣的古人 想演什麼樣的古人 其實也還好耶 然後慢慢走路這樣 像是這唐伯夫點秋香的秋香就還不錯 這是搞笑劇 在歷史上秋香可能不是那個樣子啊 哦 你可能有被誤導這樣 對 所以你想要演那種秋香對不對 都可以啦 嗯 所以 可是演古裝就要包得很緊 哦 那很好啊 很熱啊 怎麼回答 這句話有點熱鬧 呵呵 這樣就不能夠展露好身材了 沒有就是 男性也OK對不對 沒有 演戲就是 給大家看到演技吧 不是注重身材吧 嗯 嗯 好 那大歌手要 給人家注重什麼 歌神要認真唱 是 對 不搞笑 所以專輯裡面最難唱的是哪一首歌 我可以很勇敢 為什麼 因為它的高音很高低音很低 就是音域很寬就對了 對啊 我每次 我錄的時候就是高音飆上去之後低音就開始飄 嗯 那錄得還蠻辛苦的 那最後怎麼解決 最後哦 第二天有比較好一點 因為第一天我錄完之後 我回去聽是完全沒有感情的就是唱法 然後我就自己 自己去 把那個歌詞的字畫重點 就是老師教的嘛 畫重點 然後哪邊放感情 第二天就比較順 然後因為 第一天有被抄嘛 就是那個高音有被抄上去 然後第二天就比較不會飄 是 所以你畫的重點 是他教你嗎 是陳靈寧老師教你 就哪一個字是要重點 還是你自己去傳播 自己去傳播 因為第一首歌 那個 《無可救愛》 他是這樣教我的 所以我第二首歌 我就自己畫那個 那個 重點字 譬如說因為你是我 願意豁出去愛的理由 你要怎麼畫重點 我是畫那個 像那個 豁出去嗎 還是 走 譬如說走 走 走什麼最美 走去哪 走 沒有啊 沒有這個字 走一起到生命最美的以後 對 然後走 我想說要肯定一點 就是要叫他跟我 勸他跟我一起走 不是勸他 叫他跟我一起走 所以走要肯定一點 然後 那個我像 孤單怎麼花朵對不對 那個那個我 我想說我要更深情一點 就我 這樣子 深情 就畫那個重點 可是畫重點有的時候是要強 就音要重嘛 那有的時候是你說要深情 對 這其實不同的記號 對 我是用深情來畫重點 你會在上面寫深情兩個字啊 不會 我是畫圈圈自己 畫圈圈就是深情就對了 對 就是那個字要特別深情還是什麼 嗯哼 所以慢歌好唱還是快歌 嗯 快歌 快歌好唱嗎 可是也不好唱 因為我反而以為 需要體力 對 因為我覺得以為快歌很好唱 但是我錄乖乖排之後 我發現快歌好難唱喔 為什麼 因為我剛開始錄完乖乖排 第一天錄完的時候 製作人就覺得不好 他覺得我沒有唱出那種 女生也會喜歡的味道 他覺得我唱的是女生不喜歡的感覺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是怎麼樣的 你現在可以回頭來分析嗎 譬如為什麼第一版 是男生喜歡女生不喜歡 是怎樣 第一版可能比較不自然 因為它裡面都是別叫我乖乖那種的 比較 嗯就是有一種在勾引男生的感覺 但是我可能第一天唱得有點太 太Sexy 戴Sexy 對 Sexy Sexy 就是太性感 也不是太性感 就是比較 那個尾音可能會 我真的很想教妳示範 因為我已經忘記我第一天怎麼錄的 妳忘記別叫我乖乖第一版怎麼錄就對了 對 就是聽起來比較沒有那麼舒服 對 然後後來我回去之後再去聽別的快歌 第二天再去錄就是有自己的味道 然後小燕老師是覺得說 我慢慢找到自己的方式去唱歌 其實這個有時候一般人聽起來會覺得有點抽象 因為他們不知道整個配唱的過程嘛 到底 這時候唱跟下一次唱跟什麼時候唱 到底哪一個是最後被驗收過關的 對 可是如果要當一個好的歌手 安心亞到後面就要慢慢越來越知道 其實要怎麼樣做 可以越快達到製作人的要求 對 那可是會不會有製作人的要求跟你想的不同 哪個都不同啊 不是啦 建林老師都不同 不是我說每一首歌 你有一天在家聽 想要表達的跟性錄音室做的都不同嗎 呃 他們要求你的 好像都一樣 都一樣喔 嗯 所以你做的功課是對的 因為他們有錄個demo給我聽 是誰唱的 呃 demo都不同人耶 像乖乖牌錄demo的是那個熱影星 所以我這都是女生錄的 對都是女生 只有一個快快愛是男生 是一個韓國人 嗯 嗯 她是講中文喔 她是唱 她從頭到尾都是 Spring night Spring night 0909 來來來來 就是demo 就不是正式的歌詞 不是 對 所以聽別人唱demo會被影響嗎 會 我會非常影響 就像乖乖牌我其實 你一開始其實是follow她 對 結果後來又被K 對 因為她的聲音跟我的聲音是不一樣 她聲音是比較厚的 比較類似溫藍那種的 對然後我不適合 所以我唱起來會有點不舒服 然後第二天我就變我自己了 就變成你的乖乖牌就對了 對 可是在愛情中 欣雅會是乖乖牌嗎 是啊 真的 我好乖喔 你看起來 你沒有大女人的那一面嗎 沒有耶 一點都沒有 我如果在愛情裡面 我突然變大女人的話 就是你不愛她了 對 因為我會希望男生要比我還強勢 小女人這樣 所以當你變大女人就說 你給我滾 也不是啦 當我變大女人代表的是 那個男生可能已經開始在順從我了 對 所以順從你不行喔 不是那種順從 就是要有他自己的個性 就不能百依百順就對了 他可以 他可以 他可以尊重你 對他可以尊重我 但是不可以太聽話 太順調 大家聽懂嗎 就譬如說 有打電話叫他立刻過來 他就立刻過來 這樣不行 不是這太長 就是不能每一次都這樣子 對對對 好那就是你叫他過來 他就說 我為什麼要過來 不是不是他就很開心 我今天我等一下要去開會 我就說 好Man喔 就是他有自己的事業這樣 他其實在公園流浪 流浪 流浪 可是他其實他只是假裝說 我剛剛要去開會欸 不好意思 真的假的 幹嘛騙人 你不知道人常會騙人的嗎 是齁 所以你沒有被騙過 目前都很幸運 目前也是有被騙過啊 就有發現對方會騙人嗎 會會 應該是會吧 都會啦 你也會騙啊 我還好喔 你還好嗎 真的還好 我一般都是 我沒有騙 但是別人會不相信我 很奇怪 對 為什麼 我不知道就是我在 別人是不是覺得這種漂亮女生 就很容易騙人 好像是欸 他會覺得我就是 都在演戲什麼的 結果呢 沒有啊 就是我就是這樣子啊 好啊 開心一點 好我很開心 因為我就在想到其實 辛雅的這種矛盾也很多人會有 就是自己其實並沒有那麼的 並沒有那麼的 那麼的複雜 可是有些人會把你想的 稍微複雜一點 對 無奈啊 對啊 真的 所以專輯裡面還有推薦哪一首歌 覺得是很不一樣的 郭歌牌有推薦過的 嗯 還有 那個勇敢也講過啦 人兒也講過了 人兒也講過了 什麼都音 因為 為什麼喜歡這首歌 因為這首歌是我一開始 看到Demo的時候 然後我不喜歡他 看到 聽到的時候 聽到的時候 而且我沒有去 是誰寫的啊 也好像是熱影星吧 不是 我說誰寫的 誰寫的 對啊是他 喔他寫的 好像是啊 我來查一下 然後呢 然後那時候我就聽到 歌名是什麼都音 然後他就是整個曲風這樣聽完 你就覺得太小女生嗎 對啊 為什麼要什麼都音 人家是要唱出來 我覺得不太適合我 但後來我真的去看歌詞 然後去錄音室唱完之後 我才發現其他的歌 是有點在小抱怨 就是在跟男生說 如果你對我們好一點的話 或者是不要 有才都音 對 有點在交換條件 就是有點小抱怨 對 然後 所以一開始有點不喜歡的時候 你有跟製作人或公司講嗎 有 然後呢他們說不管 你給我唱 對 新人啊 就說哎呀都已經 都已經編曲都編了 不能這樣子 對啊 你就湊這個臉 可是你會乖乖的去唱嗎 我還是去唱了 但唱完之後我還蠻 就反而我喜歡這首歌 嗯 這也是一個奇特的學習經驗對不對 嗯 比如說自己不喜歡的歌路 不喜歡的角色 真的去做了 說不定也會 對啊 有不一樣的感受啊 嗯真的 所以接下去安心還有什麼 想要在演藝界去衝刺的角色 現在是想要演戲 因為我之前都在客串 就想要演一個真正就是 蠻重的角色 是 比較有挑戰性 譬如 譬如 我是說哪一類 哪一類啊 我都可以耶 我只希望那個角色 就是從頭到尾都在就好了 不是進來是嘎一角那種 哦 因為這樣子我會覺得 從頭到尾 就不用太早去領便當就對了 對 因為從頭到尾演完才會有那種 我覺得演戲才會進步 是是是 如果是客串我覺得都還好 OK 好 可是現在先要把惡女這個角色演好 對不對 對 你的首張個人專輯 恭喜安心雅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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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